大家好 端午節又來了 一年一度包種就少不了 材料是糯米 糯米我剛剛倒了一些水 綠豆就開了邊的 是我自己磨開了的 這個就不用理會了 一會兒浸了 冬菇要提前浸 瑤柱要提前浸 花肉還沒處理 這些就先冷藏 冬菇和瑤柱 我現在要洗了這些米和綠豆 豬肉這些東西煮回去 米放些水下去 要這樣捉一下米 就這樣洗了水 清了浸著 我浸米浸綠豆也是的 我浸成15個小時 夏天天氣太熱 然後大家最好放在冷氣房那裏 就安全一點 這些是開邊的綠豆 我有個石磨仔 磨開了它 你買的去殼的綠豆 也是要這麼小的 一樣要這麼小 洗幾次洗到水晶 油煎米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鹹蛋黃 就要提前剝掉它 我買一隻鹹蛋回來剝這個蛋黃的 剝開一份一份 冷藏它 處理這些五花肉 五花肉這裏不用太多的 我買了差不多兩斤的 兩邊擺下它出來 你不要吃了 肥肉 就可以切成小塊點 有時少的數塊可以放一點 下去 醃一下肉 加入1茶匙葉 1茶匙糖 2湯匙生抽 放半汤匙老抽 胡椒粉 1大茶匙五香粉 五香粉大约12克 拌一拌 刚刚放了蚝油 拌开 放入冰箱冰箱就可以了 用保鲜袋进去 一会儿把绿豆浸泡了4个多小时 挪几下豆河已经在表面了 我们用一个蟑螂 就这样 鸭都出来了 不会用很多水的 你重复用这些水 这些水要重复用 涂至干净为止 那些豆呢 我就已经洗好了 浸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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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的 做好之后 洗一下米 那些米呢 我们洗干净才浸泡 那我们现在洗干净 那我们洗干净 那我们洗干净 洗干净 洗干净 避水的时候尽量避干净 然后呢 过一会儿 你将它放在另外一个盘上 那些水分比较大 我们就用三机 打一扎水去 绿豆和糯米都要调味 那些米呢 就放2茶匙的盐 绿豆 放1茶匙 放些下去 香滑一点 米也放少少油 不要放那么多 就用油盐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用手搅拌一下 先搅拌 放些绿豆 把底部搅拌起来 拌好之后呢 转到小一点的盘 不用太压定 转到小一点 不用太大 这两只匙巾呢 有一大一小的 小的就是不绿豆 大一只匙巾呢 就不绿豆 因为这里放不到这么多东西 我要拿出面包 这些都是在冰箱里拿出来的 冬菇洗干净之后 不要太多水浸 现在刚刚好 这么小浸到它淡了 今天的馅料呢 就是这几样东西 蛋黄 冬菇 瑶柱 猪肉 冬菇要用姜葱爆香之后 炒香它 调味 我呢 都喜欢炒一下猪肉的 你说我难得炒猪肉 不炒也可以 冬菇就要炒一下它 因为种叶 唐家没有开机 我已经洗了 是新鲜的种叶 新鲜的种叶 很简单 洗小它 放些盐 或者是梳打粉 下去煮煮它 煮它 煮它几分钟就可以了 两边洗一下它 整齐它就可以了 冬菇呢 我都用水 流动水 冬菇 就这样冬菇 冬菇就行了 好干净 好 好 锅 放油 姜葱放进去 让它爆出姜葱的香味 好 放入冬菇 足够炒 放入蒜 切一点盐 又是轻手一点 不要这么咸 猪粉 炒酸 香油 倒少许蚝油 倒少许蚝油 倒入盘子 一会儿和猪肉一起 继续放些油 放些猪肉 炒至转色关火 继续放1茶匙香香粉 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先用粽叶 先用粽叶 卖了一盏新鲜叶 若叶够大张 就用一张来摺 这样摺 摺的时候要铁幅 不要把米放在这些位置 一定要铁幅 这些一定要铁幅 这些也是 松开 松开 很多时候米就是这些 先用一盏 米 用一盏 把米搓上去 把米搓上去 再用一大匙的绿豆 把米搓在中间 搓在中间的尖位 把米搓在中间 放一粒瑶柱 放了瑶柱之后 放一块半肥瘦猪肉 想吃多些猪肉 再加一块小小的 放一块半只咸蛋黄 放一只冬菇 冬菇小小小 不要太大小的花枯 放一块小小小 大匙匙的绿豆 放一块小小 放一块小小 最重要是放在顶上 因为会流下 放一块小小 放一块小小 角位 如果不正宗 就轻轻搓一搓 材料轻搓一搓 放一块小 放一块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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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做法是绍兴果精种的做法 一层一层 压紧一下 你自己的感觉拿着角位是否正宗 不正宗的就撥正宗 一收就可以了 现在是四张种叶 两边一收 轻轻包起来 不要松,每一只手指都不要松 轻轻,也不用过度紧张 总之是贴腹腹腹,这些手指都有帮助 一层一层 是不是很漂亮 角位是不是很漂亮 夹住它,不是这样 夹住它 按住手指,按住它 转回来,这些都没有离手的 其实每一只手指都没有离开 按住它 每一只手指都没有离开 按住它 如果都没有离开 让它很难够 就很难够 这些拆住它 拍拍米 收拎角 手指,按住它 两边收拎角 轻轻压着它 插着它 在转折 一二三,四角 頭和尾向左手邊 繞過去左手邊 這個位置可以順勢剪一剪 手指也要押著草 因為它還未實正 手指也要實正 手指也要押著 轉回這個位置 按著這個位置 兜底 兜底過了以後 左手邊的草要扎著 扎著 從內穿外 穿到外面 手要扣著草 然後就脫出 其實它就像打十字 但是它很鬆 一定要打一個結 至少打一個結 打兩個結是最安全的 因為水沖不夠長 只能這樣 是不是很漂亮 一隻五角種 米、豆全部清光 現在就像這些種 它是用了四張種葉一隻 但是你要找些屎啤 這個份量我是有26隻 那這些煲起來一隻 250克到270克之間 就要熟一下 現在就放下去煲一下 再煲呢 也有些講究 排下去 把它這樣 豬起身 一隻 中間放一隻 四平百分 放在這裡 這些種子都很容易排 排下去就可以了 一煲就剛好 煲種最好放滾水 這是滾水來的 好 一定要加一個門 過了面 就算浸過了它 它都會有些浮起身 最好就放一塊 重一點的東西 一塊未夠 可以放多一塊 放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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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重來的 這樣 蓋子 大火煮滾 調回中小火 等它慢慢煲 煲十多二十分鐘 調回小火 慢慢煲 煲它四個小時 那些種子已經煲足了四個小時 而且是焗了一個小時 現在開蓋 哇 好香 那些種葉 和那些很香種的開蓋 哇 好漂亮 如果你說乾爽一點 趁它熱一點 就要把它拿起來 如果這種種葉 有一點濕潤 就讓它溫度降到五十度 它現在還很熱 先把它拿出來 那些種子就煲了四個小時 一層一層 好漂亮 嘗嘗 嗯 好香 入口即發好正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嘗嘗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點的讚 預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拜拜